我们始终不伴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Let the world hear your voice 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7月2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 跟踪采访川金会记者指金正恩健康状况非常糟糕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两天前及6月30日 对美朝首脑的板门店会晤进行了跟踪采访的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就当时的现场做了描述 他说 金正恩如同肺病患者般呼吸急促 卡尔森在距离不到一米的超近距离见证了板门店会晤的主要场面 并在一日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中介绍了当时的现场状况和两位首脑的表情和印象等 据朝鲜日报今天就此报道说 金正恩如同肺病患者般呼吸急促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称 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如同肺气肿患者一般呼吸急促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露出了我所见过的最幸福的表情 该报道指 上月30日 对美朝首脑的板门店会晤进行了跟踪采访的 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就当时的现场做了上述描述日 卡尔森在距离不到一米的超近距离见证了板门店会晤的主要场面 并在一日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中介绍了当时的现场状况和两位首脑的表情和印象等 据卡尔森称 我就在金正恩身边 尽得可以触碰到他 他发出粗重的呼吸声 仿佛废气肿患者一般急促的呼吸者 他还表示 可以认为他是在面对历史性的时刻时 因为激动的心情而变得呼吸急促 但就我这个非专业人士的感觉而言 我认为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 他金正恩的健康状况很差 是我的第一想法 该报道指 关于特朗普 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则表示 是我看到的表情中最幸福的 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如果不是他 如果不是他独特的思考和统治方式 这样的事恐难实现 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还表示 可能是因为特朗普身高远高于金正恩 体型也更加魁梧 有一种金正恩气势上被压倒的感觉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称 特金会感觉像是兄弟相见 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7点 晚上7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拜托你订阅 点赞 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文章来源RFI于2019年7月2日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澳克兰市应计时驾赞助播出 订餐电话510-465-188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